这题目就显示了两条直线 第一条ax加y等于b 第二条ay加1等于0 就问一下这三句哪句一定对 留意你看到有条horizontal line 它是没有x的 只有y的 见到这一类只有y 而有x的equation 就代表它是一条horizontal line 水平线停行x axis 通常这一类的题目 我们就会把它调整y做subject 调整y做subject 那这条horizontal line 当然就没有x intercept 因为它会平衡x axis 另外y intercept就是-1 over a 跟着slope就是0 但记住任何水平线 horizontal line的slope是0 不是没有啊是叫做0 是数字来的 是0 另一条equation ax加y等于b 调整y做subject 那你就可以计算它的x intercept 例如代y是0 譬如代y是0 就代表x就是b over a 代x是0 代表y intercept是b 另外slope呢 如果整理回y做subject 那x的coefficient就是slope 即是a 我们就把这些资料 列入图中 最重点就是这两个yintercept 接着我们就逐句看 第一句a大过0究竟对不对 我们知道负1overa 就是水平线的yintercept是正数 所以a就是负数 因为负负得正 所以第一句是不正确 第二句说b大过0对不对 都挺明显的 因为那条斜线的yintercept就是b 是正数 因为它在横軸以上 在positive的yaccess 所以第二句是对的 第三句 a乘b大过负1对不对 我们留意看图 b大过负1overa 又大过0 b大过0 负1overa又大过0 而这里因为b高一点 所以b大过负1overa 所以就是这样的inequality b大过负1overa 两边乘a的箭嘴要相反一次 因为a是负数 所以a乘b是小过负1 也就是第三句是不正确 因此只有statement2第二句是正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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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